大家好 节目开始前呢 我先对各位观众呢 表示感谢 我刚才过来翻日历的时候 我发现昨天我把那个日历翻错了 我依稀记得 好像是有观众在留言里头呢 给我说这个事了 我还没在意 我今天过来一翻日历呢 我看昨天是多翻了一页 当时没有注意到 感谢大家这么仔细的观看我的节目 我非常感动 我这张老脸呢 也没什么好看的 我就是尽量把节目呢 做的好一些 让大家呢 不忘在这听下十来分钟 总体来说呢 我们还是以一种聊天的态度啊 跟大家相互沟通 知识这个东西嘛 谁也不是万能的 就是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平台 相互在这学习俗尽吧 另外呢 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呢 就是能点赞 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 你在这个油管呀 或者推特呀 都能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 可能传播的面能广一些 因为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 从这个美国大选以后呢 所有的油管博主的这个流量呢 好像都有一定的限制 基本上不太涨粉 涨得特别慢 然后这个广告费呢 给的也比较低 收益也比较少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急事情呢 你可以把那个广告也看一下 这样的话 也是对我的一种帮助吧 因为别的渠道呢 在现在这个订阅量下呢 我也不想去开了 比方说开个会员频道呀 或者是什么打赏呀 这些我就不想开了 以后我看机会成熟了 我再有助手呢 我可能会开一个会员频道 那可能都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那么现阶段呢 就希望大家呢 就是方便的时候吧 把这个广告呢 能看一下 这样的话 也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吧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中国国内的一些现象吧 呃 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 老师就说呀 这个历史呀 是一个小姑娘 就是被这个统治阶级啊 按照她们的需要 打扮过来打扮过去 当时呢 这个理解度还不是很高 因为那个时候呢 是八十年代嘛 中国的历史呢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 也只是变了一点点 然后又过了这么三四十年 我们再看 老实讲的话太对了 中国这个历史啊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已经是反反复复多少回了 现在这个事情呢 又在进行一个反复 比方说习近平上台做的一些事情啊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八年抗战 那么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就把他改成十四年抗战 你看他改这个有必要没有 那就是根据他的需要 就把这个改了 那么这以前的所有的历史书籍 所有的电影 难道说都要去改吗 对不对 他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你说成十四年抗战 那么这个东西能不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呢 对不对 那你咋不说抗日从唐朝时候就开始了 从唐朝的时候 中国就去抗日元朝了 对不对 你咋不这样说呢 所以这个啊 完全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喜好 在这胡编的 当然那类历史的反复呢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就是他们共产党给资金连上贴金的事情 但是现在啊 正在反复的这些历史实践呢 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首先对义和团的看法 现在大家不知道看不看中国国内的新闻啊 我觉得中国国内的新闻也不是完全不值得看 有的新闻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最起码你得看看这些标题啊 你觉得能引起你关注的新闻事件啊 你还是应该深度去了解一下 比方说现在有两件事情 对我的触动就比较大 就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反复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个义和团的重新定义 在张太公小时候 那个时候的中学课本里头 包括社会上流传的书籍 电影这些 义和团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是一个抵抗列强的一个爱国主义运动 那我们从小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义和团太伟大了 拿着大刀长矛去抵抗洋人 对不对 这个如果说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 应该是都经过那个洗脑教育吧 义和团的那些光辉形象 在我们的小人书上 在我们的这个小说里头 影视剧里头 屡次出现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 一和团做的那些事情呢 不断的被曝光 不断的被挖出真相 实际一和团就是权匪嘛 打着福清灭洋的旗号 实际干的是祸害中国老百姓的事情 就是一帮流民闹事 又被清政府所利用 社会迫害率呢极大 可以说一和团是与国与民啊 都没有丝毫的益处 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死在一和团底下的这个无辜百姓 那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有关这一段的历史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袁腾飞老师的频道 那么他讲的是比较全面的 我们在这就一旦而过 可以说在这么多年里头 很多负责任的工资 或者是历史学专家 都把一和团的真相给大家讲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一和团是咋回事了 这个以前都不敢说的 但是这几十年呢 大家就改变了对一和团的看法 但是现在中共的宣传风向又变了 就开始批这些工资了 说是啊 对一和团的评论啊 不能被这些无良工资带骗 一和团呢就是一次 民间兴起的抵抗洋人的爱国运动 他这个说法呢 又颠覆了人们对一和团的认识 可以说这七十年来 光对一和团就是三次反复嘛 先开始好的 最后坏的 现在又要变成好的 因为现在中共需要一和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军 就是一和团的一种翻版 那么他现在说的这个一和团啊 完全是爱国运动 那么这个对不对呢 实际 从人家一和团最初的纲领里头来看 一和团并不爱大清 一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啥啊 他是这样说的 男恋一和团 女恋红灯照 砍倒电线杆 扒了火车道 烧了毛子楼 灭了耶稣教 杀了东洋鬼 再跟大清闹 一和团的纲领 讲得很清楚嘛 先把洋人灭了 反过头来就要跟你大清闹嘛 纲领里头讲得很清楚 你现在光说福清灭洋 你们想想 他不但要抵制洋人 而且要跟统治阶级去闹 所以一和团啊 就是这种社会中的一种独流 像一和团这种盲目的民粹主义 就不能让他在社会中滋生 一旦这个形成一种潮流以后 什么法律次序都荡然无存 那将是天下百姓的一场浩劫 所以现在对一和团宣传的那种 重新定调 我觉得这个风向不好 他既然又开始大力宣传一和团的爱国精神 我想呢共产党呢是不是现在又想引导民众的情绪 让他们去抵抗洋人 然后转移他自身的矛盾 我想现在的共产党在这个时候 可能就有跟慈禧一样的想法了 就是大家常说的那句嘛 上面还是老佛爷 底下还是义和团嘛 那么他既然弘扬这种精神 他就是希望义和团出现 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琢磨琢磨 张太公也专门做过一些节目 就是说2012年在西安的那个抗日游行 在那里头你想 那个蔡阳就是个现代义和团嘛 他拿那个摩托车锁 把那个杨建立打成了脑炭 你是在共产党的忽悠下去抗日呀 最后你打了自己的同胞 自己也祸了十年刑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杨建立的老婆呢 他还是恨日本人 他说日本不占钓鱼岛 那么老百姓就不会上街游行 我老公也不会被打嘛 他就是这种思想 所以呢我希望啊 在这一次共产党的会友下呢 老百姓的擦亮眼睛 看清楚这个事情 不要在里头瞎掺和 那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现在哪个洋人欺负过你了 美国人去砸了你的瘫瘫吗 还是日本人去拆了你的房 你把这个看清楚 所以我希望啊 大家不要去掺和这个事情 现在还有一种时长呢 在国内呢 也是承杂泛起啊 就是这种文革市场 这个在民间是很有市场的 那种唱红歌跳红舞 穿这个红卫兵衣服 那个都是多少年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啊 这些文革用语 文革处理事情的方式 在民间开始抬头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就是我看到了一家 深圳企业的文革化工作作风 而且这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呀 另外大家想一想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呀 是最早接触外界思想的地方呀 现在这种文革思潮呀 都卷土重来 你说中国这个社会 是不是也是到那个危险的时刻 我们来看看 这家深圳市的企业啊 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企业是深圳市 永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他呢 最近呢 给他的这个客户啊 发了一个价格调整通知函 他这个整个通知函呢 就是用的文革语言 包括他的行文 包括他做事的风格 就是文革的翻版 可以说是一种文革2.0版的标语 如果这个事情不加以禁止 在全国去推广的话 那么你们看 过不了多少时间 那就又回到文革的时候 两个人打电话的时候 先说一句毛主席语诺 再说具体的事情 这种怪现象 有可能卷土重来呀 我们看这个企业的 还是怎么说的啊 尊敬的同胞们 伟大的共产主义 接班人们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黑势力 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妄图阻碍我伟大共产主义发展 通过超发美操 稀释来之不易的革命财产 将上游半导体工厂供应遏制 控制流通渠道的芯片产品 大幅提价 加之国内买办资本团积居齐 哄抬物价 妄图打击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本正于美帝决一死战之心 我们已坚持了一个季度有余 怎奈库存已完 但要殆尽 现万分程度的通知大家 为保全革命火种 苟权性命与乱世 现有产品价格将统一上调 15%至25% 同胞们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让我们共同提价 拉伸出口价格 让万恶的资本主义 自食其恶果 往同胞们加快国产芯片的研发 挣脱西方恶势力之 恶我咽喉之黑手 同志们 握紧你的手中的人民币吧 与美帝决战到底 深圳市永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0日 最新发的 文革文风的公函 大家看 这是从深圳出来的 那么我想 如果此风 中共不加以控制 将会在全国蔓延的 那就是 那个荒唐的一幕 马上又会回来 所以 今天我来说这个节目啊 虽然看是两一个历史事件的重现吧 但是 确实让我非常担心 就是中华大地啊 有可能就是腰风四起 实际这种文革渔风啊 是对中国几代人的这种毒害 如果国家从上到下 不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 而且还沉迷于那个错误 那么这个国家 首先是没有希望的 另外这个民族 也是没有希望的 这种历史的倒退 悲剧的重演 仅仅依靠个人的觉悟 也是不好阻挡的 必须是国家动员 全民响应 才能真正的反思历史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